好,来你私人的东西吧 有多私人能搬上台面讲吗? 我筛选了的 筛选了 OK,Alright 你要开始念Rap了吗? 不是,你不是说还有个视频吗? 没有剪好 因为我回去玩了 然后我觉得玩就要玩得开心一点 对,然后我就没有剪视频了 先念信 感觉昨天才给你念了信 今天我就又站在了这里 一黄眼一年过去了 你说我写了那么多封信 一点长进都没有 可你这一次却还是找了我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两年间我们一起笑过,哭过,争吵过 但你从来都没放弃过我 没有,放弃了 没有,还可以吃点药 你是一个令我安心的存在 安心到我已经习惯你对我的包容和付出 安心到很多时候,你就快要离开我 而我却浑然不知 你来读吧 你这样真的会失去她的 她会放弃你的 我是一个做事毛毛躁躁又粗心的人 而你和我恰巧相反 对每一件事情都很细心上心 就拿众所周知轰动一时的凉皮风波来说 我跟你说 我和四月宝宝在我们常去吃凉皮的姐姐那等你 但是却忽略了我们常去吃的凉皮摊有两家 你打开支付宝的记录 付款记录数了数 数出了次数多的那家 便在和我微信沟通失败后 独自前往了另一家凉皮摊 和你争辩的时候我理直气壮 我去的那家是姐姐 你去的那家是阿姨 阿姨和姐姐你难道都看不出来吗 后来问了四月 等你等我说完 而你为了说服我 这两个都是阿姨 从穿衣风格到头发颜色的明暗 再到脸上的褶子数量 你都一一做了比较 在很少缺少沟通的时候 我都以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以为我和其他人在一起玩 你不会在意 我以为你自己一个人 能处理好所有的事情 我自私地以为你是我以为的那样一个人 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是我太过于依赖你 是我总在向你索取更多的关爱 是我在伤害了你以后 茫然不知 还对着你嘻嘻哈哈 是我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转身都将这些爱给了别人 我手痛 你隔天就陪我去看手 我至此发言 你隔天就陪我去巴牙 我说想拍一万份福利 你隔天就拜托熟人 低下时间后陪着我拍了一整天 我生病了 你隔天 不是 我生病了 你跑得比顺风还快 家里出事的时候 你又像个自动提款机 二话不说 就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全借给了我 虽然到了现在我还没有还完 但是你也没催我 你一个人去医院 一个人拍写真 一个人吃凉皮 一个人练舞 在你所有一个人的时候 我都在陪着其他人游山玩水 很高兴你有这个勇气 很高兴有这个勇气 等我读完 我喜欢的一切你都知道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有趣 最好玩的人 讲什么 你都会笑得很大声 直到你不在的时候 我才发现那些我说的梗 不是你就没人接 我讲的故事 不是你就没人笑 你永远都是我最佳的听众 你永远都是我最佳的听众 在我心中 你早已是家人一般重要的存在 而错就错在 我把你对我的好 想得太理所应当了 你来读 你来读 他也感动了自己 戴好林河西的时候 我要念你还是念我 农燕萍 戴好林河西的时候 农燕萍在后台歪了脚 那一刻我好害怕 农燕萍会像隔壁老王一样离开我们 一样离我而去 而每到这种时候 我好像除了哭啥也不会 因为我全心全意相信农燕萍 所以当农燕萍在夜深人静 对我说出那句 如果有女神跟你告白 而那个人就是我 你会怎么办时 我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什么 如果有女神跟你告白 而那个人就是我 你会怎么办时 我有问过你这句话吗 有 你有天晚上特别晚了 然后我去你房间 然后你突然就跟我 你突然就问我 你说 我看着像喜欢男生的人吗 然后 所以我说她 这是一个疑问局 所以我说她整个人每天 举力之气的 不是 然后我就说 啊 难不成你还喜欢女神吗 然后你就对我说 如果有女神跟你告白 而那个人就是我 你会怎么办 对吧 你还记得吗 好像有那么一点印象了 我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话 对 我一直没敢说 这才是导致我那段时间胡思乱想见你就躲的根本原因 陈归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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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试试了 因为我还当家人 你也试试了 我好怕啊 我把你当朋友 你却想 等一下 我解释一下 后来她跟我解释说 喜欢的是生活精致 心思细腻的人 我才放松下来 不然什么时候被掰弯了都不知道 最后还有一句话 藏在我心里很久了 一直都说不出口 今天我就要当着在座和直播前的观众的面 问你 剩下的钱我可以不还了吗 不可以 你看 那好吧 后面那四个生日快乐 像不像以前农业品的钱呀 好吧 好吧 但我还是 我其实最想说的是 不要说 不要说我看到了 你看到什么 那个 我没有给你看视频 这上面写了 它看到字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话我一直都说不出口 加油 要在这里说吗 就刚给我打开柜门这件事情 不是那个 不要说了 不要说了 我跟大家都说 不要说这个话 你说嘛 我想看他哭 关于我说了他没哭呢 那把他逼哭 快 去得给我哭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就是真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要跟别人道歉的时候 就会觉得 好像这件事情已经超出了那个 语言的那个范围 所以我一直 我一行动 但都快要坏了 你说 你如果一直支支吾吾的 大家会以为你想在台上公然 那个什么 再打嗨一次贵门 你们两个 没有好吧 我说了 我们要赔了 嘘 对不起 还有呢 你哭啊 我都哭了 谢谢你 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没事没事没事 别逼他 别逼他 我就是觉得就是我 就是神经比较大条嘛 就是做了很多伤害他的事情 但是因为 确实 他年纪比较大了 然后 然后他就 他就很包容我 真的 真的 有时候我都很无语 你知道 他们两个吵架 吵得很 很莫名其妙 然后那有一天晚上 他 他们两个到我和阳远房间来 让我们评理 然后就那吵到三四点钟 然后 然后后来说 好困我们先不说了 就这样吧 我讲不通了 然后走了之后 第二天说 我们回到房间之后 又继续吵到了六点钟 对 然后就其实他们两个都是很 对这份感情很认真的人 对 没有 再讲我就讲不通了 再讲我就讲不通了 我在帮你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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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在意对方 所以有时候才那些争吵是真的因为很在意对方才会发生的 如果我不在意你我管你怎么惹到我了我转过头我就忘掉了 就是因为真的很在意才会互相那么较真然后吵到凌晨五六点钟这样子 是吧 是 我觉得你越圆越糟糕了 没有啊 友情多么美妙的社会主义友情 姐妹情啊 对 社会主义姐妹情啊 然后然后这个是 对 这个是我为奶瓶准备的礼物 在意情 不是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是 这个是我就是 这是啥 刚刚那个带不上 他准备了一个大一点的 不是我有一天喝可乐 我喝那个肥宅快乐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印有瓶子的 这个 然后 然后 然后这个这个不是要这个不是要带手上的了 这个带不上去吧 这个带耳朵上的吗 这个不 就是因为 之前有一个人送了奶瓶一条那个鱼线的项链嘛 然后 那个那个项链它特别的宝贵 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的 我觉得我也要送一条 所以我上完买了一根鱼线 我准备把它 所以你只送鱼线 不是 我不能两个带在一起吗 你可以 不行 因为这是两个人送的 你这个鱼线跟我平时放风筝的一模一样 这样你就有两条鱼线的项链了 要是你鱼线找不到了 你可以跟我说 它那里还有一卷 你不会把它牵着走吧 不会 这个鱼线如果你没有弄它的时候 它会打结的 它会弯的 它会弯的 它会弯一下的 你看有动弹 那就这样了 你们今天说话很有问题啊 感觉把我推入了万战水 我说啥了我 是你自己想多了 别 别等 你可以吗 它可以 阿贵还是心灵手巧的 对吧 来 来 现场戴上 不是这样戴的吧 怎么和我想象中不太一样 好好好 好闪耀啊 谢谢 诶 那个位置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 你是不是吞羊轩定座 好 那我就先好把它说在心里 那在这个最后呢 我还是再一次谢谢大家 能来看我的圣诞公演 然后继续 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一起照顾我们 GNZ48 TeamZ的大家吧 那我们现在就是合照环节 手服 这个手服真的超好看 哇 哇 居然是真人 居然是真人 怎么和本人不像啊 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 合照合照 今天的遗憾就是能源平没有哭 有一点泪光 但是我想着不行 我已经没有钱发红包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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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跪歪了 算了 就这样吧 3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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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